110年,花莲县多蒙园协庆会举办了回馈部落的 睡末寒冬送奶音乐饗宴还有春果活动,地点就在同门村 来自同门部落和榕树部落的族人们齐聚一起同欢 而同门村长许贤妹,她也表扬了村内优秀选手表达鼓励 县长许正位也特别前来向主人们问候 花莲县多蒙园协庆会每年自主办理回馈部落的 睡末寒冬送奶音乐饗宴活动 通往政策区学们也准备相当多的摸菜品来和大家分享 同时也表扬了在地优秀的巡舍们 同时也以颁发礼金来鼓励大家 同时也肯定小小巡舍们的复制和努力 今年度嘛,110年度 其实这个每一年的活动我们都在办理 像睡末寒冬送软的音乐饗宴跟那个成果展 那我们每一年在年底办这个成果展是 不管是劳动部的 再来就是我们文健站的 还有就是部落的一些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对外的表现 比如说运动篮球 再来就是建立 还有就是我们的卡巴迪都有不错的成绩 趁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在那个大家办理这样的活动 大家可以给他们的一些鼓励跟加持 也谢谢今天县长也每一年几乎都有到我们县场来给我们鼓励 因为县长也非常的重视我们 部落关怀这样的一个系列寒冬送软的这样的活动 也非常的感谢县长 那今年办理完之后 明年希望还可以办得更成功 现在学生也在版文当中 参与这项盛世同时也准备了电锅 当前来参加的主人们 有个电锅可以摸彩 可以说是相当实用 广线多梦园 且今会安排 跆拳道选手们来进行表演 精彩的演出 获得在场主人满堂彩 活动也安排相当丰富 让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响应活动 记得终于喜欢我的频道